这回屏東希望儿童合唱团因为唱国歌遭到中国打压 不过其实这样的状况不是第一例了 之前包含了天后阿妹还有歌手纪小军 都因为曾经在扁政府时期献唱了国歌而遭到中国封杀 另外还有今年大选前一个晚上的周子虞事件 以及还有卢广仲林又嘉艺人NoNo 都曾经被举报是台独分子一度被中国给冷冻 这个对艺人来说损失之大也是难以想象的 也让现在的艺人对这种敏感的政治话题大都都是避而远之 2000年前总统陈水扁就职大典天后阿妹美声献唱国歌 打动无数台湾人的心 但这一唱代价竟然是演唱事业遭到中国封杀 冷冻足足四年才又重新踏上北京举办歌唱 这名誉也发生在同为北南族歌手的季小军身上 2004年总统就职大典季小军领唱国歌 但之后前往中国演出的工作批文再也没有下文 两起显零零的案例让原本演唱国歌的殊荣被艺人视为未途 就怕得罪对岸影响事业 我们现在在大陆这么红的林志玲 她的妈妈是所谓水当当后援会 也就是陈水扁后援会之一的主要的成员 所以林志玲当年她要去主攻大陆市场的时候 一刚开始其实也是有人去举报 不止林志玲一人杨成林也曾因为失言在节目中说 对日抗战八年而已遭到中国冷冻公开道歉 2010年东京影展中国监视台湾必须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出场 台湾艺人不妥协就被缺席星光大道 女星徐若璇一度泪洒现场 我们好像嫁女儿一样 一边化妆那么久那么辛苦 结果这个婚礼没有办成这样 真的是有一些沮丧 大家好 我有话想对大家说 中国只有一个 海峡两岸是一体的 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韩团台湾女孩周子瑜只是拿出国旗 一句话也没说就被举报是台独 被迫道歉的影片让人心疼 艺人张璇在英国办演唱会秀国旗 一样惹恼中国 只要中国不开心随时封杀你 还有卢广仲因为反服貌导致东莞音乐节演出临时被抽换 艺人NoNo也因为支持太阳花雪日领袖黄国昌 选立委遭到检举只好删脸书紧急灭火 中立是最好 你如果因为你要连做法影响到你的师弟师妹 那对经纪公司来讲 对唱片公司来讲 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都会认为说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金基母 那他有类似这样的邀约来的时候 都已经在经纪公司那边就已经把他阻绝掉了 因为那个影响太大了 这个卑躬蛇影就怕影响中国市场被拿来当季棋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